我们要怎么样把资料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资料 我们已经写完 可以把新增工作表这个动作 但是里面没东西 要怎么样让他有东西过来 不外乎就是什么呢? 我刚刚讲的 用这个名称去查 查这边的名称 如果一样的话 把这个资料抠到这边来 有没有 然后一样的话再把它抠过来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因为这边我把它写出来 其实就在哪里呢? 分割工作表这边 在云端白板的第四页 就是这边的叙述 不过我是觉得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跨工作表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加工作表的叙述 比如叙述1 有没有 前面是叙述1的那个位置 跟我们哪一个呢? 叙述1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一般去比对一下 如果一样的话 就把东西给抠过来 所以抠过来的话 你用什么? 叙述1里面的那个range 然后从哪一个range的哪一个储存格 跟这个叙述1里面的哪一个储存格 点copy 点copy后面的话呢? 这个不用加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所在的那个工作表 那就不用加那个 OK 就意思说把那边的字要call到我的一般这边买的意思 不过光看到这个同学 很多都已经头很痛了 所以我干脆讲一个你们头比较不痛的方法 这个方法给你们参考 应该知道了解那个逻辑吧 就是说你要把它写出来 可能要花一点力气 OK 那底下的话还有一个 就是说里面很多shits e 你可以用viz的去处把它简化 也就是说里面如果开头就是shits e 点 shits e 点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viz shits e 底下的部分你只要加一个点就可以了 等同就是说你前面就是shits e 点 OK 所以以后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同样的名称 有没有 你就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就是把物件名称放在viz的后面 然后以后的话用点 前面的东西就不用出现 那结束的话一定要endviz 这个可能要稍微说一下 因为将来跨工作表 你应该会经常遇到什么 都同样的那个工作表名称 不断反复出现 那重复出现太多地方 你会觉得 这个感觉好像重复性太高 那你可以用viz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注意 当然你不这样做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只是说程式看起来 没有用viz 感觉就是很狠的吧 很多都重复 看起来就不舒服 那我的习惯是 程式如果太多重复了 或者是太乱了 我都直接看起来就不舒服 所以你会发现我程式 基本上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缩盘 一定要有个规则 然后尽量让程式越少越好 不然程式一多看起来心情就烦躁了 心情烦躁呢 就很容易程式写错误了 所以写程式的时候一定要沉住气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可能你精神要好 不然你精神状况不佳的时候 你提问怎么写都觉得怪怪的 明明平常都不会写错的 一直写错 OK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像软体公司 会有个必备的那个 免费请大家 咖啡喝到饱 而且都浓 在很黑的咖啡 反正你随便喝 不然因为你要提神嘛 所以写程式的人最喜欢喝咖啡了 因为你有喝咖啡之后 整个精神就很好 做几次就会有 感觉效率就非常高 不过这也不是好事 我是觉得一直喝咖啡 其实好像还有一些后遗症 会有上瘾 你好像一天不喝咖啡 你感觉好像这一整天 如果没有喝到咖啡 就觉得就好像抽烟 喜欢抽烟的人不抽烟 好像是一样的道理 OK 会成瘾 那我是觉得 像我自己是尽量就是说 我每一个地方都是尽量都是 都是了解的 然后我再去写 就会很容易就正确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提供了 另外的话 待会我们先讲简单的方法 就是什么 用筛选 分割工作表 这个方法 OK 这个方法也是我这多年来 累积的经验后来发现 因为其实看了很多书籍 一本写了一本比一本还复杂 一本比一本 本来没什么东西 为什么可以写这么多 是不是因为要赚稿费的关系 所以你那边电脑书 怎么都写那么厚 有些人买回去之后 看完之后 发现好像还是不会 其实关键呢 待会最重要就两行程式 一行程式就筛选 筛选的话呢 就是一个工作表里面的一个方法 那你最关键就是提供两个参数就可以 一个参数是哪一栏 一个参数是找什么 非常简单 筛选 我觉得这以色列的VBA筛选 真的太简单太好用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点copy 把你找到的东西点copy 到哪一个除神格 那你只要跟他讲 起始的除神格就可以了 不用讲全部 他就会自动帮你全部 反正他多少 他自动从那个地方 整个帮你全部填满 你不用跟他讲全部 所以最关键就两行 待会的话会教各位 如何撰写这两行 然后把它放在回圈里面 那这个程式就解决了 真的就只有两行 我们来看一下哪两行 其实这两行 黄色是这两行 OK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建一个sub好了 这个sub的名称叫 分割工作表 底线筛选 用筛选方法 那我把它 在这边好了 底下这个地方 也许 把它建一个这个 Enter一下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现在练习 怎么了 我们先不要跑回圈 因为跑回圈在 我们先 假如说我现在已经建了一个空白的一班 那我如果希望呢 把前面的东西帮我筛选过来 筛选完之后 copy过来 那我该怎么写这个程式 基本上只要两行程式就好 哪两行 就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用autofilter 所以写的方法 第一个 我是建议如果你 序值可以后打 没关系 因为我发现 如果你打了序值之后 那range点 它就不提示 所以我习惯什么 先切过来 在这里 我先做什么 先在这边观察一下 我的范围 范围在哪 range 快打错 range 然后瓜葫 我的范围呢 是从A1 到1的12 当然这个112 这个数字加了也不用追踪 不过我现在先不用追踪 点什么呢 点 后面加一个 一个方法叫auto什么呢 叫filter 这个autofilter 其实就是筛选 OK 那筛选里面的话 它后面会有这么多参数 那里面的话 一定要有的就是 第一个filter filter就蓝 哪一蓝 OK 你可以记得 filter你是要给数字 数字是第几蓝 A的话用E 然后B用二一之类推 然后后面第二个是 那个什么 第二个 有没有 现在是初 初底字是 然后我们就 我们要查的是 递几蓝呢 A蓝 A蓝在递几蓝 E 所以就输入E就可以了 逗点 你会发现初底是换的 第二个是什么 criteria E 特别说后面那个是E E是说第一个条件 当然你也可以有第二个条件 不过如果一般没有第二个条件 那就最重要是第一个条件 好 什么条件 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一般 所以你就 我这边用打的 因为之后应该是直接去抓 那个变数 OK 所以我这边用打的 一般 好 这样一个条件就OK 打完之后呢 我建议你在前面再加那个序字 工作表的名称 不然的话 你有些那个 他的提示就出不来了 哪一个序字 序字1 点 OK Enter一下 好 意思就是说呢 请你帮我到 第一个工作表 去做筛选 那我跟你讲说 主要是针对他的 这个范围的第一栏 给他一个条件 未来当然了 你后面其实还可以再加 逗点 后面还可以再加end 跟over 跟一起交集 而且他还可以 criteria 就是第二个条件 甚至你还可以第二次筛选 第三次筛选 其实就等于 跟资料库的查询功能 是一模一样的 OK 但是在这边叙述 我是觉得非常简单 也就是你如果拿这个 来当资料库查询 是非常最简单的方法 只是后面要怎么演变 我们之后还要跟各位讲 稍微再复杂一点的应用 现在先不要讲那么复杂 不然怕各位一下子 也不把吸收 enter 第二个 那如果你跑完这一行之后 它会怎么样 它会筛选完 有点像这样 我先把它弄一下 F8 有没有发现 这个 如果你跑完这一行 程式没打错 如果程式要打错也很困难吧 刚刚也没打什么 真的就这么简单 以后如果你要筛选的话 就把这个规则记起来就好了 有没有 再来这个范围要怎么扣过去 其实特别是如果你要把它扣过去的话 请你记得 只要一样的方法 把前面这一行 这个序纸 跟这个range 其实后面只要加一个叫点copy copy到哪里 copy到 因为未来我们游标是在这里 所以这里的话 我要把它call到这里 所以这里 基本上的话 就要call到它的A1储存格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call 点copy到A1的储存格 那就这边后面加一个rangeA1 这样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两行 OK 就这两行 然后 我一样先把这个状态先取消一下好了 筛选恢复正常 那我这个时候游标 假设是在一般的位置 那我就把这个程式再执行 给各位看 这一行筛选 不过因为我现在游标在这边看不到 但是实际上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状态 只是我就不要切过去 因为切过去到时候下一行就错了 为什么 下一行这边我前面没有加那个range 没有加那个sheets 那再把刚刚筛选完的结果call过来 那你想说老师那这样会不会把里面全部东西call过来 不会 因为现在筛选就是他现在不要的资料等于是隐藏状态 那隐藏状态点copy是不会call到的 试一下就知道了 芝芯 所以有没有发现 call过来的话 那就会只有是一般的 真的就两行 好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 我们现在只有call一般 那如果说要把一般call过来 二般三般的话 诶 是不是可以在哪边动压锁脚 有没有 那前面这个1应该不用变 因为1永远是查的是第一 第一栏不会变 只有后面这个 所以这个如果说这边可以把它改成 我要动态去抓哪个清单的话 可以改一下 所以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ok之后的话 再来就思考 怎么样把前面那个批示新增工作表的回圈 放到这边来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我想应该这已经算是 目前我想到应该最简单的方法了 而且应该也不难理解吧 这边最重要就是你要了解的 就是这个叫Auto Filter的方法 另外跟一个点Copy的方法 就这两个而已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最好是自己动手敲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最容易理解的 像这些其实 不需要特别去死背 因为背也不用 也不太需要特别去背它 因为你平常像写程式写习惯就 很直觉的 我现在要干嘛 叭叭叭叭叭叭叭 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但如果你目前没这个功力 至少你要留下范本吧 以后的话参考一下 改一下马上就有东西了 好 试一下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